大家好 最近回来大陆 回来北京 然后结合我们现在目前都知道 北京的房子呢 确实是特别的惨 我旁边的邻居家 邻居家聊天嘛 说他的一个房子 60平米的一个老婆小 楼层也不错 三层的一个房子 那么去年的租金呢 他是在四环里面的啊 他去年的租金呢 还租到了八千块钱 今年挂价七千四 没有人问 然后呢 也是有人看一看房 嫌价格太贵 要不然就是嫌这嫌那 反正最后就是没乘租出去 他说他这个房子 现在已经挂了将近一个半月了 已经空了一个半月了 还没有租出去 我说那你要不要去说 要不要再适当的降价 他说我要适当的再降到这个七千二 再来看一看市场的情况 然后他昨天的时候跟我说 他说我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租给了一对母女 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上学 我说最后租多少钱 他说最后租6800块钱 那各例 但是供大家参考吧 在北四环里面的一个房子 离这个对外金购大学比较近的这块 我们说一直在说这个房价来看 国内的这个经济状况 那么 但是呢 当我回到了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说我坐在英国的时候 聊北京的房价 聊北京的人文经济文化 那有一种感悟 但当我回来这个环境 我发现 我的这种感受就会更加的真实 然后我有很多新的想法 还有新的一些 怎么说呢 新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以北京为例 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 经济状况 因为都是接触了很多朋友 同学啊 这次回来 然后跟他们聊天 从他们的这些发生的 这些大事小情上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 对这种经济也是一种反馈吧 经济状况的一种反馈 那么我 上周的时候和一个 算是发小吧 几个女朋友 女性的朋友一起聊天 经常也是一年半载的 以前呢 一年半载 那么后来 大家各奔东西之后呢 就两三年也会聚一下的 那么现在也都是拉家带口 拉带着孩子 其实他们呢 我觉得我都还是挺羡慕 他们的生活的 然后 在之前嘛 有这个老公工作收入很好啊 有当这个全职太太的啊 那么也有这种 虽然是两个人的这种双职工 但是这个丈夫对妻子非常好 那么也是青梅竹马的这样的关系 那么也有嫁给这个拆先户的 大家知道北京的这个棚改拆先户 那在一二十年前呢 都是土财主 有钱 有房 要啥有啥 要有车 要什么都有 那也有嫁给这些拆先户了 那他们呢 当然生活也是非常的富足了 所以我还都是挺羡慕他们的 在生活上面 他们不用太多的努力 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什么 职场压力吧 然后有了宝宝们之后 就是带孩子 那么最近呢 这一两年呢 我发觉 可能也是人到中年吧 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中年危机 有一些事情就会开始发生了 那么上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有一个其中一个朋友呢 就是说我离婚了 我就非常的惊讶 我说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的老公非常的好 对他也是无微不至非常好 经常以前还经常跟我们一起来聚餐 所以我们也很熟悉的 我就仔细的 不算是八卦 因为我们关系都非常的熟了 那人家主动的说起这个事情呢 而且都是面对面的 就两三个人在一起 肯定是要安慰一下嘛 但也要想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双方都很熟悉 都是小二十年的婚姻了 那么他说是这样 我这个朋友啊 他的这个丈夫呢 以前是他们住这个家里的这个一个小房子 那么之后 他们要孩子是比较晚的 那么有了有了宝宝之后呢 觉得房子有点小 然后在这个同样的小区呢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户型 但是呢 楼层呢 要比这个户型矮一点 这个是在老 房子是在四层 那么他们好像是买了一个 三层 然后是同样的户型 那么就这样说 就是照顾孩子呢 父母过来也比较方便 而且都在一个小区又比较近 就等于就一模一样的 又买了一个房子 他以前的房子非常的小 然后这样呢 就增大了这个使用面积 他买这个房子是在疫情之前 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 来买的这个新的房子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的房价 不言而喻 他肯定是买了一个高价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当然我们先说 他感情上面呢 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这个朋友呢 就是啥事不往心里割 这个丈夫呢 老公呢 只是伺候的这个无微不至 然后他对这档婚姻 是特别的满意的 但其实我们明显知道 你如果一个人非常满意 那一定另外一个人 是在一个忍让 的一个状态下 肯定是这样的 互相就是说 没有说一个特别满意 一个 就两方都特别满意的状态 这个婚姻的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男生呢 后来还这个 得了一个小毛病啊 做了一个小手术 之后性情也转变 但是主要呢 还是因为这个经济 发生了变化 就是他买的这条房子呢 买到了高位 那用了这个公积金的贷款 然后呢自己呢 也是华的这个首付 家里呢就是父母方呢 也给掏了一些首付 虽然这个房子 他的总价并不高 但是对于他们这样一个 就是说 对于他们这样一个收入吧 当时那么因为父母 家里的房子也没有变现嘛 所以说大家手上的这个 现金都不是很多 那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房子呢开始变成负资产了 那么他还在还着贷款 即便他是使用的公积金贷款 他的贷款利息比较的低 三点多 但是仍然是一个负资产 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这个女生呢 她是住着这个丈夫的房子嘛 她不住自己娘家的房 这个时候这个男人呢 就思想产生了变化 一个是他觉得 我对这个婚姻里面 我做出了很多很多的牺牲 我不想忍耐了 包括他自己做了一个手术 人到中年呢 他可能这个性情也有转变啊 这个可能这个荷尔蒙因素 触发的他的这种情绪上面 也有一些转性 再加上经济的压力 他就向我这个女性朋友提出离婚 我这个女性朋友 她说我是哭着 基本上快给她下跪了 就说我不同意 我不要离婚 但是这个男的不行 说这个一定要离 说我已经忍受你受够了 你的家庭我也受够了 你这样的这种作风啊 你也不怎么带孩子啊 反正各个方面吧 就是一顿的这种抱怨 我说我完全受够了 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但是其实呢 他主要他是想要把这个婚离掉之后 把我们这个女性朋友 让他赶紧这个搬走 搬回娘家 然后把他原来住这个老房子啊 这个在四层的这个房子呢 赶紧的卖掉 这样的话 他可以用这个卖掉的这个老房子 也是老家留下的房子嘛 没有贷款嘛 他拿这个钱呢 把他现在这个房子贷款平上 那他买贵了这个房子 他就买贵了 但是他不想再继续付这个贷款 他也是很有压力的 那么他其实真实的目的呢 或者说他真实的诉求呢 是这个事很着急 说到这儿 大家也是觉得很无奈是吧 那么随后这个男生呢 这个男人呢 提出的这个离婚条件 和这个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呢 就开始来谈这个离婚条件 最终达成的就是 女生不要孩子 不付孩子的抚养费 不要房子 拿走家里的剩下的 也不多的这个几十万毛币的 这个存款 男士留下房子 当然这个房子的贷款也有 也归他了 男士留下孩子 那么孩子主要也是由父母来贷 男士的也是就是 就是承接了这个房子的房屋贷款 女生呢 等于就是要从老房子搬出去 就是这样一个结局 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像这个案例啊 他就是一个买在高点 在这个北京房价比较高的时候 即将要这个跌落神坛的那个时候 那么他们买了房子 然后做了这个人生的决定 那么最后呢 这个决定呢 也可以说你可以说是导火索 也可以说 我认为他并不完全是导火索 他是真的是压垮这个小家庭的一个 经济困境的因素 那么这个男士呢 他只有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然后他才能够拿到钱 然后平添他这个不良的资产 当然有人说说 他卖房子他也不一定非要 就是说离婚啊 是不是 当然因为这就牵扯了另外的感情因素啊 有的时候人在计算利益的时候 你要计算你的情绪价值 你要计算你的这个实际的收益 失去的这种损失的价值 那他在感情因素 当然肯定他们俩也有很多的矛盾了 就就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事情呢 就割断了 可以说 也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个经济因素 会不会就是说 可以直接的导致那个离婚呢 我不敢说 但是这个经济因素呢 我认为对人生的这个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不单是你是在单身状态 还是说你在结婚的状态 有的时候人呢 就是手里的这个钱一紧 或者说手里的债一多 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一多开始 你的这个家庭以前可能有一些隐藏的这些小的问题 都会像鞭炮一样 接二连算 噼里巴拉 全部爆炸 然后最后就是导致 你这个家庭的一个分裂 所以这个是我经济啊 就是这还是前两个月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没有太往 没有太走心 那么最近我开始做这个房产的节目 我开始反思 就是我们如果不从房价量化数字上面 给大家来介绍 现在这个国内 以北京为首了 现在这个房价的情况 房产的市场 经济的市场到底有多糟 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大 有多恶心 但是我会发现噢原来出现的这些问题 我突然发现他们都是跟这个房子有关的 房子就是代表着钱 钱就代表着老百姓的经济 老百姓的钱袋子 之后呢 我还要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非常非常遗憾 在这一次我回来 这没有隔几个月啊 这次我回来 也是我们这几个朋友啊 这几个女孩们聚会 那么又有这一两头子又离婚了 也是给我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打击 因为她的丈夫也是非常收入非常好 是开这个会计师 这个会计公司的啊 快审计公司的 在国内在北京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 他自己是个小学老师 可以说收入也比较稳定嘛 因为也是事业单位啦 自己的孩子呢年龄也不大 要孩子也算是不算特别的年轻了 那么都挺好的 一切都挺好 之前呢我知道他自己的丈夫 每个月还要给他5000人民币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零用钱吧 然后加上房子 家里的房子也是这个男生买的 那家里的车子也都是男生买的 然后平时家里的旅行啊 国内国外的旅行也都是男生出 男生是出钱出力 然后照顾这个家庭 当然他自己的这个生意也非常的忙啊 他虽然不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大富大贵的这样一个生意人 但是在北京呢 也算是有很大的根基啊 可以做这个审计财务 有一定的这个客户群 也是做的不错啊 非常的稳定 人也非常的聪明 但是这次呢 我跟他见面之后 他剪了一头的短发 让我也是很吃惊 因为小的时候都是长发 他的头发发质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也是非常贤淑的一个 一个女生 那他说 说今年暑假带孩子去呢 哪哪玩 哎我说 怎么几个人去的 带着这个爸爸妈妈 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 我说你们一家五口吗 他说没有 他说我现在自己带孩子 然后他是 我也没有太在意 他说自己带孩子 但一会儿他又开始说 这个 他说对了 他说我自己了 现在 现在我自己带他了 离了 啊 我说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他的 他的这个生活 也是非常稳定的啊 也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家庭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自己也挺幼稚啊 就是这个奔武士去的人了 但有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人的 这一些悲欢离合啊 生离死别 我还是非常的惊讶 我不知道 可能是自己 没见过什么世面嘛 或者说我在这方面 也没有什么太多经历 我仍然是觉得 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惊讶啊 非常的 不能接受 包括我现在做这个节目 我也在捋 他们这个 就以前我会记得 记得很多以前 我们聚会啊 然后 吃饭啊 带着各自的孩子 出来聊天玩 然后就是 那种那种场景 还都在我眼前 但是真的是 人到中间之后啊 很多事情 是 让我觉得很难接受啊 非常非常的快 就发生了 那他说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 离婚 他说我已经忍了很多年了 刚开始也是先说 这个感情的问题 他其实之前也会抱怨 因为大家知道 女生在一起聊天 就会抱怨家庭啊 抱怨老公啊 就是素素苦嘛 其实抱怨抱怨 也没有什么真正实际的 就是一些情绪的一些释放 互相交流一下 妈妈爹妈妈娘 反正就是这些妈妈孩子 这都很正常嘛 那他之前也有 但是他 这次他有提 他说我已经忍了 他很多年了 然后他 现在最近呢 就是生意不好 因为这个经济状况不好嘛 那他的这个审计会计公司呢 也是 生意几乎是非常的惨淡 那么能接到的生意 全部都是破产清算 都是这样的啊 大小企业的啊 他以小企业为主啊 小生意 小企业为主呢 全部都是破产清算啊 所有这些 所以 他自己的这个生意也很难 然后也用了一些杠杆吧 然后 欠了一些 这个金银债 金银带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男生呢 以前照顾家庭的这种 休养啊 就完全的慢慢的消失了 情绪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他说在孩子面前呢 经常的是说脏话 然后 让他觉得 很难接受啊 他自己本身是个语文老师 也是很在意这个孩子的这种 语言教育嘛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这个互相带孩子的问题了 没有时间带孩子 其实这个男生本身 也没有什么时间带孩子 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老师 也很难 然后要给孩子上网课 要给他自己的学生上网课 他自己的孩子 也到了这个上学的年龄 种种种种 然后他说 最后就是 有一次吵架 那么这个男生呢 提出的离婚 当然这个男生也有别的目的 那就是呢 他想把这个房子呢 他想把他们 结婚的时候买的这套房子 那么现在也是值了很多钱了 想把他分一分 能够分一些这个现金出来 然后来还他这个 生意上的一些损失和债务 这是最直接的 最后我们这个女生呢 他也是家里给凑一凑钱 然后呢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那么以当时的一个原职吧 他当时现在 还没有到这个法院去调解 最后还是由法院来给他调解 那么他等于给了 付了这男人一笔钱 然后就是要了孩子 这个男生呢 就拿了钱 然后就走人了 当然他拿了这部分钱 也是为了还他的 这个公司的各种啊 亏空 饥荒 而且呢 我们后来得知说 这个男士呢 他名下呢 可能还有这个八辆 九辆的这个汽车 在他的名下 那么他也要把这些资产呢 要变卖一下 但其实呢 大家知道这个车呀 他到手 你再卖 就卖不出多少钱了 你能卖个三折啊 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几年的车 你卖个三折 五折就已经很不错了 三折就正常啊 基本上卖三折是没问题 那后来我们知道 现在北京啊 现在国内的这个 普通的这个汽油车的价格 非常的低 像我们以前 十几年前 公务员经常买的这种 丰田的凯美瑞啊 本田的这个酒带雅阁啊 现在就十几万的落地价 以前都是二十大几万 二十万 肯定是二十多万出头的这个车啊 现在一下子 就是腰斩五折的价格 所以说他的这个 他老公这个名下的这些车子呢 就更卖不上什么价格 他也拿不到多少这个 现金来补充 他公司的计划 所以说 也是事赶事逼到这里了 他就向我这个女性朋友提出离婚 当然目的的 直接的目的主要还是也是想要钱 要想分这个房子 孩子不孩子都先不说 主要是把这个 不动产来分清楚 哪一笔钱走 也是旧级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 这套房子 他当时其实买的时候呢 还是价格不贵的 基本是在两千年 左右的时候买的 其实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在通周 那么现在也是赚了 挺大一笔钱的 虽然说现在房价降了 但他还是能赚一些钱 所以说不得已 最终这个生意上 经济环境不好 那么就等于把他的这个生意 把他的公司呢 给拉垮了 那么他最终又把这个房子上赚的钱 然后就要添补到这个公司的 生意上的亏空 也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啊 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是解除一下自己的债务负担吧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两个案例 他都是由于一个小家庭 那么买卖这个房产来变现 不管是做什么 都是来还债的 因为房子一个是买了高位 要还债 那么一个是那个生意上面不好 然后把房子变卖 让人觉得 我们从这两个案例上 你能看到 就是国内 这还是在北京 普通的普通的小中产家庭 那么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就更难 你能更难想象一些 做大生意的人啊 还有在其他省市啊 房价价价格 这个降得更狠的这些地区 那么是怎样的深刻的影响到了 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家庭 乃至可以说是家庭的这种稳定吧 这种和谐 那么直接就会影响到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来 来做一个反思 有的时候你在投资上面 不管是在生意上也好 你看到了这个宏观环境是如何 那么你对宏观环境的一个把握 然后最后你来做生意 做一笔投资 做一个创业 还是说你普通的一个家庭投资 去买股东产 买个房产 买股票都好 买这些金融产品 投资品 那么真的对你的这个判断 对你的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里边提醒 就是现在的这北京的房价 是肯定没有到底 不要看这些媒体来宣传说 北京的房价起稳了 什么什么的 起稳了 那我们就看他 看他到底有多稳 我们看他个半年 三五个月 看他到底有多稳 到底会不会有变化 到底成交量上会不会有变化 所以说这都能够 辅助我们做一个判断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手持现金还是这句话 就是手持现金 你不会亏 你拿到现金 你有这个投资的机会 你有余地 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一旦你投入进去了 你可能你看我这两个朋友 其实他们这个投入的这个时间 第一个这个案例 他们就是买的是高点 可以说还是就在五年前的 那五年前的时候 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投资心态 绝对不是这样 那时候大家觉得 都是山好水好的 那房子还会继续涨的 那你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么最后分分钟 你的这个房子 没有分分钟 但是五年之后 它变成了负资产 也是非常难 让人难以接受的 那么第二个这个案例 他们虽然说在房子上 其实是赚了一桶金的 但是由于你另外的这种创业投资 或者说你在生意投资 没有这个及时的收敛 而且还运用了大量的杠杆 来拉饥荒 来这个抬高你的这个债务 那么最终呢 你在这个 你可能做对了一个选择 在房产上投资 赚了这一桶金 最后还是回填了你这个投资上的这个亏空 那么仍然是你这个人判断 我们个体这个对宏观经济的判断 产生了巨大的错误 巨大的偏差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仍然是强调 还是那一句话 手握现金 不要入市 不要投资 不要买房 哪里的房子都不要买 然后我们就静观其变 让子弹继续飞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也是跟大家叨叨的 然后我们用这两个案例呢 也是再次不厌其烦的 给大家来 来这种植入 现在这个观念啊 就是 手握现金 不要投资 尤其是中国大陆 不要进来投资 好不好 听劝 听人劝 吃饱饭 而且我这是给大家说的真实的案例 大家也反思一下子 然后看看就是说 对大家有什么启发 好吗 好 那给我们点赞 关注 订阅 谢谢大家时间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